我打到去兵的时候,我觉得不对,我不是在做这些人 那时候我在摸索一种新的方法 其实我很害怕挨打,体力很好,杀伤力又大,又留不到手 很恐怖,挖手力那时候 因为腰马未够,手力很强,威力大而留不到手,很恐怖 那我要学习一种放轻的身体进去 放松了进入对方的攻击领域 要挨打的,就是练一种用轻的打法 就是保持一种放松的预备状态,进入对方的领域 要很大打,就是早期练的时候 挨打,但是从那一开始到现在 那我们在做什么,其实我们在心目中都一清二楚 所以我们发觉我们不需要收告 我讲一个例子,去年八年的时候 是不是由一个严育的严育的严育 严育的严育的严育的严育 严育的严育的严育 这个严育的严育 所以我这个身份是否应该是 补充大家所说的 其实 我想说,你去年是一个挑战 过去台湾第三名 那对方是过去台湾国家的严育 出来的一个运动 对方是被你散 对方是被你散开的 对方是在那里 对方是被用的 对方是被你散开的 对方是被你散开的